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事丁有心事庚寅 这个人是在说他的财运不好 桃花也不好 他整个人都忧郁了 希望大家帮他指点一下 他的八字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才会导致这一种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干 丁火跟心经 所以他的天干 其实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的地支为寅慕申士伙克有金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地支有金受伤 他有金受伤就是等同日主受克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地支是财申官克日主 这种情况就是财运会导致他所有的运势 是会不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叫因财惹祸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跟日主受克一样 要解决日主受克的这个问题 要解决日主受克的这个问题 到底有哪些字可以用 我们就要来看说 他碰到哪些大运是可以的 子水 有金生子水生银木 没问题 稠土没有用 银木没有用 卯木没有用 臣 臣有合他就不会被克了 所以也是一样是有用的 是更加重 无加重 卫没有用 生 四身合 还是一样 似火克有金 没有用 再来一个有金 一个是火克一个有金 所以没辟用 接下来是旭没有用 亥 引亥和是火还是克有金 没有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地支能够用的 就只有一个子水跟尘土 其他的基本上效果不大 所以各位你都会知道说 像这一种的八字 他就是在财运的一个部分 会特别特别的弱 然后连带去影响到 他的一个官运也会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在日主受克的这一种八字 就是要他能够脱困 尤其像这一种是财生官克日主的 他的一个财运也会跟着不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把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